開送的飯 有三姐做這個煲仔菜給大家 就是一個最好的禮物 是, 太好了 煲仔菜暖粒 太不吃了 這個時間最好了 我們有辣味 辣腸, 很重要 辣腸 回來後要切粒, 先殺掉它 因為太長, 我們在家裡 沒那麼容易切粒 切切 所以我們要把它切開兩邊 然後再這樣平面切開 這樣辣味就不會滑手 對, 這樣就不會滑手 因為這次是粒狀 有些人喜歡斜切一塊 因為吃飯的東西 是豆腐 所以我們要把它切上去 吃… 像老少平安那樣 類似的 但三姐會不會… 只是老少平安 小時候 她很乖 小時候進廚 小時候進廚 看嘛 小時候進廚 看 大師姐, 辣味飯會不會用滋腸 可以, 當然可以用滋腸 但我們今天的豆腐 我不希望用滋腸, 因為它很黑 因為滋腸容易掉出來 好 比辣腸沒那麼實 辣腸就比較實 但是三姐, 你也要說一說 今天這個名字是什麼 今天做這個 這個煲仔菜的菜名字是什麼 對, 辣味海鮮豆腐煲 厲害 為什麼用辣味加海鮮的配搭 辣味香, 海鮮甜 所以我們要全部都要 對, 沒錯 就香甜 因為你的辣味有辣味的香 令整個鍋子都會香 但是只吃辣味, 我們有些刮 就加海鮮的鮮甜 沒錯 我們買回來的蝦 主角 對, 把蝦打開 你的蝦很大 對, 像新鮮蝦 對, 我們在背部打開 第一, 它會快點熟 第二, 我告訴大家 這樣打開了 這條筋就跑出來了 那個腸 不是那個腸 對, 跑出來了 還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知道嗎 就是可以捲在一起更漂亮嗎 那就一句了, 我們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令蝦爽爽 膠質出來了 爽爽爽 對, 把蝦爽爽爽 這樣吃火鍋也很好吃, 知道嗎 我沒試過 通常是一隻蝦的 對, 好過一隻就這樣煮 對, 這樣… 劈一下, 劈一下 對, 劈一下就一口肉 然後我們要加一點味 這個就加一點底味 這個就很喜歡 很聰明 還沒用 你真是懂得做食物 聰明, 我們就加一點鹽 一點點, 別太多 因為它本身有點鹹 對, 就加雞蛋 為什麼要加雞蛋? 滑一點, 是嗎? 沒錯… 我們有些乾生粉 你給我拿乾生粉過來 要加多少呢? 一茶匙多一點 好 多一點, 全部都給了 多一點, 再多一點 對… 好 好, 我們醃了它就放在這裡 待會兒煎它, 就可以放上去 就可以吃了 這個要煎, 所以要包著 封住背面 不錯… 沒錯 這樣, 我們好, 讓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好, 還有我們切豆腐 買豆腐的時候, 你回來… 其實你拿它的時候 要放鬆手 放鬆手 對 放鬆手, 不要鬥力 這樣放在這裡, 放軟 好, 給我們切粒 首先, 中間橫切了一個 對, 蒸好一刀, 兩刀 接著一刀, 兩刀 即是不論這些豆腐你在街市買 在超級市場買一些輕便裝 也是這樣切? 對, 也是這樣切 如果切粒就這樣切? 對, 沒錯 類似, 都可以還是? 都可以 我們的豆腐要有顏色 就這樣 而且它難令豆腐深熱 所以我們怎樣呢? 你給我加一些老抽, 加湯 對, 你給我加湯 差不多 好, 我們下去了 為什麼要下去呢? 因為我們希望豆腐有一點顏色 就是不要白白白, 所以我們會做這個動作 好, 現在水不用滾了 總之看到它有煙出 我們豆腐就可以放進去 對, 讓它浸 我們用這個… 倒進去 倒進去, 沒錯 倒進去, 先放進去 好, 不怕了 好 好, 接著慢慢放進去 放進去, 沒錯 好 這是為了令它有色嗎? 有色, 而且豆腐的心比較… 如果煮的時候會熱 你經常要撞著它, 它就會破爛 這樣它夠熱, 但又不會破爛 對嗎? 好 這樣撞著豆腐, 它就不容易散 好, 我們現在可以關掉它 就這樣浸著它就可以了? 要蓋著蓋子嗎? 不用 不用… 就這樣放在這裡 對, 就這樣放在這裡 好, 燉到這裡 另一邊要做什麼呢? 我們先做蝦 好 因為我們現在的小鍋 盡量用了小鍋 不要用太多洗鍋等等 即是煮一鍋 希望這樣做一袋 就方便了, 最方便是這樣 對, 給我油, 好 多放下一點 好 如果有油多, 我們可以拿起 夠了嗎? 好… 好, 現在希望在少許油裡 我們可以把蝦半煎 煎一煎 我們先嘗嘗一下 這樣嗎? 是 怕它會彈掉嗎? 不是 熟的就拿給它… 馬上拿起來了 馬上拿起來 馬上拿起來? 我們不希望它太熟, 蝦不可以太熟 需要小火一點嗎? 不用 不用 這麼快, 炸一炸 馬上就… 對, 馬上就炸了 這是手工菜 如果你在家裡, 你說 我不想做那麼多東西 你可以就這樣… 就一鍋過 對, 一鍋過 我放兩隻進去, 讓它靚靚的 一會兒在上面 對, 不用太熟 我們一會兒還要放進那個… 煲仔煎 煲仔煎 這樣要小火一點嗎? 也不用 不用 也要大火 因為我們少用油, 所以做到這個動作 如果在酒樓多用油 就可以… 快點 快脆了, 沒錯 我們現在因為用少許油 我們把幾個靚靚的就… 好, 這些我們不做了 這些就這樣放進去 三隻就是為了放在表面就好 對, 沒錯 沒錯 這就是半煎炸 半煎炸, 對 但也不用做那個很熟 不用, 好 我拿回那個… 這個 對, 那個是梨 好, 我們現在撈起它 因為你起了之後 還有一個余溫, 它還一直煮熟 所以就不要做太久 對 先放在這裡… 對, 放在這裡 不用做太久, 因為蝦子的余溫還熟 好, 現在這個時間 有很多油, 是嗎 是 我們不如把這些油煎香辣味 待會我們才把油倒出來 所以辣味一定要爆香才行嗎 不爆香就沒那麼香 如果你煮東西就… 我們現在關火了 因為剛才它有很熱的火力 所以我們不需要… 這個真的要避一點油 因為本身臘腸本身都有油 沒錯… 但我們又要爆香 但我們用油就不太多 這個時間就… 這是什麼 把炸菜放進去 炸菜 因為豆腐淡淡, 有些炸菜粒 吃一下就會有另一個口感 如果轉成冬菜或菜脯粒 可以嗎? 可以 也可以, 總之是鹹鹹爽脆的感覺 對… 因為蠟腸很少 因為蠟腸很少會炸菜嗎? 看你怎麼用 如果今天有豆腐, 就可以炸下去了 對, 沒錯 但我們現在可以將它打側 多一點油, 把它爆香 我們用的油就少了 好, 這個時間我們關火了 將那個… 這個 放進去, 對 我要把它… 放在這裡 避開 先把油放進去 避開, 沒錯 好 好, 不如你拿一個盆子來 給我… 好, 這個 放在前面 好, 這裡 是, 是嗎? 對, 這樣就不用你拿著 是, 好 現在這裡有油, 是嗎? 是 有油, 我們趁現在的熱 又有少許油, 就放蒜蓉進去 好, 一匙 要多少? 沒錯 夠不夠? 夠… 夠了, 慢慢讓它爆香 好, 這個我們盛起 就是把所有材料全部都煎一煎 先爆一下 然後一次過放進去就香了 沒錯 豆腐、蝦、臘腸, 全部分開 沒錯, 現在這樣正在爆香 剛才我關火, 因為我免得焦 把它回鍋 回鍋 最後放進去 它的顏色也很漂亮 放進去 我們灒一點生抽 生抽 好 大約半茶… 要多少 一茶匙左右 好 這也是給顏色的嗎? 不是, 給香 生抽的香 好, 還有一點點蠔油 蠔油 大約一湯匙 其他的味道也不用加 對, 辣味本身也鹹鹹的 對, 好… 行了 好, 放蠔油 這個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對, 沒錯 全程是小火嗎? 全程小火, 別太大火 因為它容易焦 好了, 我們在旁邊 塗上一點水 讓它變成醬汁 這個豆腐水也是乾淨的 這個時間就可以… 給芡 給芡 芡, 薄芡 薄芡就是三分水倒進去 對 分開一遍, 還是要看它的情況 看它的情況 看它開始稠了 是 停一停 你又轉小火來做這個步驟 稠才不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待會做豆腐 好了, 豆腐現在是不是很熱了 我們把豆腐推出來 豆腐又熱, 但又不會爛 這道菜是一流的 好 現在我們調大一點點火 慢慢推 因為豆腐容易難, 所以就要推 對, 慢慢推 剛才煮完豆腐會否固定了一點 沒有 是, 也要很小心 你看到剛才白書書 現在變了有一點點… 顏色比較漂亮 對, 沒錯 好, 現在我們把蔥 蔥放在中間 中間 對, 放在中間 加這些, 多一點蔥 多一點蔥, 再香一點 如果你喜歡吃芫荽 我們還可以放些芫荽 對 真棒 我們要烤一下 剛才我們不是有蝦嗎 對, 現在才放過去 對 否則過熟, 肉就不會煤 沒錯, 你輕輕烤它 蔥也要烤一下, 蝦也烤一下 剛好很漂亮 最漂亮的三隻 最漂亮的三隻 是 放上來 好, 現在蓋上去, 蓋上去 蓋上去 蓋上去, 蓋上去 大約一分鐘就夠了 一分鐘就夠了 一分鐘就夠了 很快 很快的, 對 好 虎仔 是 開蓋 很漂亮 這樣就對了 蔥的香味還在 我們也放一些蔥 很夠了, 再放點綴 這是點綴的, 這個不是蔥 這個是… 紫蘇 紫蘇花 好, 我們上碟了 這樣就完成了 好 辣味海鮮豆腐煲 好 既然就是用剩餅 因為, 端然會塗在這裡 我們可以用剩餅 盡量給別人 再放一分鐘就 bible 使用剩餅 我們可以用剩餅 我們可以用剩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